前方银色休旅車開在山路上準備要會車 往右邊靠 沒想到輪胎卡進邊坡 車尾竟然騰空翹起來 幾乎要翻覆 駕駛趕緊導正車子 卻太緊張 踩煞車踩得太深 先撞上銅像的黑色自小客車 再衝上山壁 90度卡在山壁和另一台休旅車中間 不少車友趕緊上前幫忙 遭到波及的車友坐在斜坡上 表情非常的痛苦 身旁有人和駕駛都趕緊上前關心 還有人幫忙指揮交通 肇事的休旅車 車頭完全變形 板筋也被撞凹 橫躺在白色車輛和山壁中間 遭受波及的黑色自小客車 後方保險桿也被撞毀 新北市三峽5月31號 王姓駕駛開著銀色休旅車 行進東眼山山區 卻在會車時 因為太靠右側 又疑似加上視線不佳 看不見邊坡 才會導致輪胎下陷 踩油門爆充釀火 而這一狀遭受波及的單車車友 一人腹部擦傷 左前胸挫傷 另外一人脖子和背部挫傷 兩隻腳和膝蓋也都擦傷 幸好沒有大礙 再看一次驚險的畫面 休旅車突然暴衝翻車 幸好只是續經一場 記者楊中山陳怡如新北報導